他三十岁 身高一米一 保长世间艰辛 就是说要把煤油 先放在嘴里面 然后一点一点喷出去 用打火去把它点着 含在嘴上的 然后在身上烧 两心相许 收获爱情 他以为从此苦尽甘来 他觉得他是个残疾人 没办法照顾我 他自己都需要照顾 幸福背后 厄运再次到来 过了几天左右 就脚就似着自觉 就做着预热 走进超级治疗室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型健康公益节目 超级治疗室 我是钱静 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 都会邀请到一位明星 六位专家和四位爱心大使 共同助力公益 帮助我们本期的健康讲述人 去实现他的健康梦想 那么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也有一些健康梦想 需要我们帮助您来实现 或者说您也想献上 您的一片爱心 欢迎您通过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加入我们 希望公益的路上 你我一路同行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又会和你讲述 怎样的健康故事呢 有请出今天的公益讲述人 胡可 大家好 我是胡可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小镇上 一个疲惫的年轻人 走进了这个镇上 最著名的心理诊所 他对医生说 医生 我每天都很难过 但是又不得不强言欢笑地 去工作和生活 医生说 年轻人没关系 只需要放松一下 刚好全国最著名的小丑杰克 来到了我们的小镇 你去看一场他的表演 一切就都好了 听完了医生的话 年轻人的神情 变得更加沮丧了 医生 我就是杰克 我们见到的舞台艺人 脸上永远都会写满了 快乐和幸福 舞台上 他给所有的人们带来了快乐 但是在生活中 又有谁能明白 他们的心酸与忧伤呢 今天 我将为大家介绍 这样一位朋友 在舞台上 他总是极力地表现 要把更多的快乐带给大家 然而却终究逃不开 被愚弄和嘲笑的结局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主人公 贺洪源的故事 好 欢迎胡可来到 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那在我们身边坐着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 健康求助人贺洪源先生 你好 贺先生 请教一下您的年龄 我今年30岁 30岁 您的身高是多少 我身高一米一 胡可 你觉得一米一 大概是一个多大孩子的身高 我应该是四五岁吧 因为我们家老大 现在差不多就在一米一 可能还没有到一米一 一米零几 但感觉上是一个孩子的身高 那我想问一下贺先生 你是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什么情况 我妈在身怀我的时候 吃了一些药 打了针 才怀上了我 然后身下来 就没有 就听那个 医生说 我那个背 有一个头 就没长个子 一旦发现后背部 有这样的 异常的隆起 就应该到医院去做检查 可以选择神经外科 也可以选择骨科 那你们家除了您以外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 他们的身高正常吗 都正常 我哥哥呢 都身高有一米七 他小的时候 在三岁左右吧 就从楼上摔了下来 把脑袋摔伤了 就是手脚出去 口臭出白毛 一直到先生 就癫痫吧 对 我弟弟的是小的时候 被油水烫伤 烫伤了手 就成了残疾 也就是说你们家 一共就是三个兄弟 对 但三兄弟各有各的问题 对吗 对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因为家里的调节不好 没办法 我就只要想去广州 找一个工作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去了那 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出学的时候 我去本来是想找一个 饭店 做个服务员 找了好多 都没人看上 没人用 我就好不容易 找了一个餐厅 老板那我 在后厨洗碗 洗碗 然后做了一段时间 他觉得我 不手不脚 很慢 就把我吃掉了 然后就一次 偶尔机会 我看到一个艺术团 好多人在表演节目 唱歌 表演特纪等等 我说我也可以学一些技艺 去赚钱 维持生活 你就开始学了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道具 胡可 你闻一下这是什么 是因为有了这三样东西 我们的贺红元才真正的在 广州扎下了根 描述一下 你闻到这个气味的感受 所以很刺鼻 很刺鼻 很刺鼻 对 应该是 是什么 是煤油之类的吗 是吗 是煤油 是煤油吗 煤油 煤油 就是 我们的 就是 我们的企业家 我们每一个人身边 也都有这样的瓶子 可以闻一下 是什么样的味道 来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煤油 就像那个打火机的那个 里面的味道 但它那个浓度很高嘛 对吧 什么味道 苏文阳 刺鼻油闻完之后 它会皱眉头 这个味道闻完之后 会很刺鼻 它的这个 有一种很烈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我们这是 一个是在演播室 第二个是因为贺红元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疾病 它没有办法 再向我们去表演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大屏幕上的两张照片 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但是他曾经 在演出时候 对吗 贺红元 对 就是说要把煤油 先放在嘴里面 然后一点一点喷出去 是不是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喷一下那个火就 对 演出效果怎么样 演出效果可以 很好 但是 我还是受到外面的一些 启示 他们觉得 我在舞台上很丑 觉得我很丢脸 他们有表达出来 在你演的时候 就表达出来了吗 对 他就是直接扔瓶子 扔什么 什么机器 其他的什么东西 都不会 那你怎么承受得了呢 因为我们必须是 做演员生还演 你要去做出成绩 给他们看 你以为你也是一样 或者给他们带来开心 你怎么看 那是你的事 我要做到 我想做到的最好 对 其实您刚才说了 虽然说有些人 不理解你 甚至是 就是 侮辱 侮辱心的语言 对 随证情字 但是他有一个 特殊的观众 不仅仅是 他每一场演出 多看 而且最后呢 也走进了 他的生活当中 是他的天使 对吗 今天这位观众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落差45厘米的爱情 父母反对 旁人质疑 他觉得他是个残疾人 没办法照顾我 不离不弃 地结同心 婚姻却未能一帆风顺 他说手术费 需要十万 但是我没办法 他贸然决定 他勃然大怒 但是走到 但是走到医院门口 没有那个勇气 把小孩打进来 那这 倒是这毕竟是我的小孩 超级治疗室 马上回来 超级治疗室 由增强你的体质 千年牌 铁皮风抖软胶囊 冠名播出 来我们掌声有请 就位特殊的观众 你好 来请坐 来跟我们的观众 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吴娜 吴娜 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最爱的妻子 你当时一开始是怎么能够跟贺先生认识上的 有一次去他杂技团看表演 然后他正在玩火的吸引了我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很不容易很有才华 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然后之后等他下班 我就去找他 说想请他吃个夜宵 之后我们就够够联系 够联系 彼此就有了好感 然后就走到一起 没想到一走就走到今天 那那一次吃饭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我就感觉这个女孩是那种 很单纯 很单纯 心很善良 所以就走到了一起是吗 没想到一走就走到现在 吴娜的为爱执着 本应得到祝福 但面对着身高的巨大差距 外人的误解反对 她又该如何坚守住这份特别的爱情 你当时你个子多高 我个子一米五 那你比他高的还真的是一大截啊 那你就没觉得跟他在一起 别人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眼光吗 有啊 走在大街上啊 那些人看我 嘲笑我 怎么样 那个手指着你面前这样指你指你 但是我觉得不是 我要不要再问别人怎么看你 直接走自己的路就好了 就这样想的 我觉得其实比如说路人啊 这些指指点点 我觉得都可以去克服 但是你的家人和朋友呢 嗯 我的家人很反对的 他觉得他是个残疾人 没办法照顾我 他自己都需要照顾 是这样的 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去 说服他们的呢 我就说 怎么说 你就是喜欢他 就喜欢他 就是爱你就是应该和你在一起 呵护你 对 所以我祝福你们 是 其实2014年呢 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年份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2014年 对于贺洪源和吴娜 这一对小情侣来说 他们经历了什么 2014年 对于贺洪源来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三月 妻子吴娜怀孕了 这一消息 自然是让她欣喜不已 而更让贺洪源 写出望外的是 经过一系列的孕期检查后 医生告诉她 孩子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缺陷 从小凄苦的贺洪源 似乎体会到了幸福的滋味 然而 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贺洪源 就在妻子吴娜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疾病 袭击了贺洪源 她的双腿失去了知觉 经检查 贺洪源患有几株厚凸肌型 半神星千张 面对着高昂的治疗费用 和有孕在身的妻子 贺洪源选择了放弃治疗 返回湖南老家 来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 你双腿失去知觉 是一瞬间失去的 还是慢慢地失去的 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在船上 在船上翻了翻去 在船上翻了翻去很难受 哪里难受 脚难受 整个脚关节到 特别是这个右腿 关节到最后面 很难痛 就感觉要爆一样爆炸一样 然后那个左腿这边呢 它是一个负面的负面的影响 就是站站不起来 很难很难受 过了几天左右 就脚就失去自觉 就住进了医院 医生就跟我说说 你是那个脊柱 脊柱后头肌型 办那个神经签章 事实上是在 后头肌型的基础上 发生了一个神经的签章 同时呢 因为后头肌型这么多年 慢慢慢慢局部形成了 一个退化 登生 形成了局部的椎管狭窄 所以共同地造成 这么一个神经的一个损伤 就过了几天 这个脚就失去自觉了 就不能走路了是不是 对 那有带到医院吗 很快 然后我 后来 住了 在医院住了一段 住了一个月 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这样说 然后我这个必须要做手术 才有好转 他说手术费需要十多万 但是我没办法 最后回到湖了呢 那那个时候吴娜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本来跟他在一起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虽然各自矮吧 但是呢 人也挺善良的 对你也挺好的 但是现在突然之间 这个需要你照顾了 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因为当时你已经怀孕了 他要下床去洗澡嘛 然后那时候怀孕六个月 他就要 我就叫他 叼在我的脖子上 然后拖着他去洗手间 给他洗澡 上厕所 所以那个时候你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 突然间一下子 像天塌了一样 对啊 那时候是去外面 赚钱嘛 给他治病嘛 然后他爸就来 来广州 就把他接回去 就是你们后来就从广州 又重新回到了湖南 对在家里 就是想放弃不治了 然后他就天天躺在家里 然后他爸爸 就试试去求医嘛 看有没有什么图方法 帮他治一下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一次小小的 离家出走对吗 对的 对这个过程 我们也有资料 我们可以看一下 2014年10月的一个清晨 吴娜留下了一封信后 不见踪影 她在信中声称 要离家出走 并要打掉腹中的孩子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贺洪元的父亲 不知如何是好 近乎绝望的她 百般犹豫 不敢将此事 告诉还在病床上 休养的儿子 可是 媳妇怀着的 可是贺家的骨肉啊 考虑再三 她还是将纸条 送到了儿子的手中 欢迎您继续收看 由增强你的体质 千年牌铁皮封斗 软胶囊 冠名播出的千年超级治疗室 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吴娜 当时就是 她走不了路嘛 然后 就想去把小孩 去当地的医院 想把小孩打掉嘛 但是走到 但是走到医院门口 没有那个勇气 把小孩打掉 那这 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小孩 她当时 写了一张纸条嘛 就放在家里 我那时候很生气 我就以为她是 不管我了 你就挟弃我了 然后我父母亲 就到处去找她 所以你当时是误会她 你觉得她是嫌弃你了 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对 然后我爸妈就在这个当地 我们镇上那个医院 就把她找到了 找到了 然后就把她带回来嘛 带回来之后 我才知道 她不想跟我们 切副她 后来我就跟她说 小孩子 并且是我们爱的结果 她是我们的生命 也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能这样放弃 不过呢 也确实是 上天还是非常是 眷顾你们的 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你们之间的这种爱 和你们对孩子的这种 父母的这种感情 可能也是感动了老天 她赐给了 这对小夫妇 一个非常可爱的 天使般的孩子 我们看看宝宝的照片 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是女孩 女孩 对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觉得 为了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你得把这个病给看好 对 我们之前嘛 有当地那个媒体 报道 然后报道之后 有好心人 帮助我家里 特别是感谢 有一家中医医院 他就愿意免费给我治疗 他给我治疗之后 他就把我做了 理疗 针灸 小针道手术 然后我就从之前 在肠上下不了床 后来可以用那个刷管杖 那个刷 你一刷管杖 两个管杖 在地上 明明强强地可以折几步 针灸治疗这个病呢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这种骨质变性的这种状态 但是呢 可以缓解临床的症状 比如说疼痛啊 麻木啊 诸如此类的不舒服的症状 是可以改善的 就是病情有改善了 对 那当时吴娜 你是不是觉得 顿时就有希望了 对 就是有希望了 那你们后来就一直 这么在治疗吗 在治疗一段时间的时候 后来那个中医院长 给了医生说 他说我这个情况 必须要做手术 才有好准 还是要做手术的 对 他那个医院 没有这个医院收费 他建议我们到北京 上海这两个大城市医院 去做 当治疗上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后度肌型已经这么多年了 都已经是 他现在三十多岁了 而且发生了神经的损伤 也已经有一年了 虽然这个手术 我们还是可以做 给他能够把肌型纠正过来 但是神经的损伤 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进行恢复 目前 脊柱后突是最常见的脊柱肌型 当脊柱后突角度 大于六十度时 肌型会继续加重 和招致患者背部疼痛的发生 会引起患者身体局部肌型 身高变矮 甚至造成神经功能 呼吸功能 消化功能等损害 甚至发生结瘫 目前脊柱后突肌型 是较为复杂的外科问题 其大部分手术方案 都是要在脊髓和神经边缘进行 因此 要求较高的手术技术 才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那你们就是现在 来到我们节目组求助 最大的健康心愿是什么呢 最大的心愿 实际上我有两个梦想 我第一个梦想 是想早儿做手术 早儿看货 回到我的梦想舞台 做回我自己 第二个梦想 我想跟我老婆孩子 幸福 我想让她知道 父亲虽然是个矮小 但我可以给她幸福 和美满 非常好 很棒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六位专家 来助力你的健康梦想 也希望呢 他们的这些权威的医学知识 可以帮到你 好 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一组 会诊医学专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高主任 那刚才呢 我们贺先生也说了 他现在就是每一天的这种症状 脚不能动 完了之后呢 也很疼痛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对他来说 他是因为脊柱的病变 引起这个疼痛呢 应该是一个慢性神经 性定理性疼痛痛 这样的话 我们要给予治疗 治疗首先要给予一些 非灾体类的 抗炎药治疗 同时也可以给予一些 辅助的一些疼痛的治疗 比如加巴喷丁 对他那疼痛的治疗 那抗炎那方面的治疗 可以给予 富塔林 这些治疗都是可以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高主任 可是不管怎么样啊 就是这个疼痛 它可能是对症 但是主要的问题 刚才也说了 神经千章啊 那神经外科这一块 施主任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神经千章 这是什么情况啊 实际上这个 所谓的神经千章 它只是一个 比较通俗的说法 在书上没有具体 这么一个诊断的名字 那么它主要表现的 就是说脊椎骨 对这个脊髓形成 一个成脚的压迫 这样的话 就会造成一些 神经功能的缺失 现在这个 我们的核弘元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双下肢的 感觉和运动 都是有功能缺失的 这样子 那这些可以恢复吗 它的根在哪呢 它的根实际上 是在这个脊柱厚凸上 那个脊柱厚凸 这个解除了以后 对脊髓的压迫 解除了以后呢 脊髓功能是可以 部分恢复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 一些康复手段 你比如说高压氧啊 或者是后期的 神经功能康复 都是可以的 那么它的根 首先要去掉 那个可能需要 骨壳大夫的协助了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 马主任啊 在刚才呢 我们的贺宏员 他也介绍说用了小针刀 然后用中医理疗的 一些方法啊 原来不能走的 然后慢慢就能走了 那继续中医下去 可以不可以 通过针灸啊 或者小针刀 这种方式呢 能够改善 这种预知的状态 从根本上呢 虽然说不能改变 它骨骼变形的 这样的现实 但是呢 平床上啊 改善它的症状 比如说疼痛啊 麻木啊 无力啊 这样的症状 效果还是挺好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 马主任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和办法 可以帮助他 在家里面 比如说自我按摩 哪些穴位 或者经常去刺激 一些什么样的穴位 可以帮助他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 给他针灸啊 或者按摩足三里啊 三音胶啊 要不在他身上比会 行吗 那也行 一个是足三里 来 可以把这腿 摸上来 就在关节下 这个位置 这个颈骨的边缘 拐弯的这个地方 这我们可以去按摩 一个揉着 双颗的足三里去揉 还有呢 我们可以 把手搓热了 搓热了以后 去按摩我们的肾疏 就是腰的这个位置 就腰的这个肋肛下缘 这样去搓 这个骨为肾之鱼 是不是在 故意当中是这样的 一个说法 对是这样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咏泉穴 就在 在脚心 在脚心 对 方便拖鞋吗 跟我们说一说 哎 脚心这个位置 就这个窝 在窝里面 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做呢 像他需要补肾气 我们也是 把手指搓热了 之后呢 在这搓这个脚心 搓脚心 咏泉穴 是不是比如说我发烧了 对啊 然后我想把这个烧降起来 我就用 摁的这个方法 对对对 把这个热往下走 对或者比如说有的人口腔溃疡 那种虚热型的口腔溃疡 我们需要引热下行的时候 都是需要这样强的刺激方法 刺激这个用全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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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刚才那个石主任也说了 包括马转也说了 这个也是治标不治本 它只是一种辅助的一种手段 或者说 对 为它手术呢 打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基础 那最关键呢 还是要进行手术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请到了第二组的会诊专家 好 来 有请我们的第二组外科专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306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医师李科 北京医院副科主任医师孙长凯 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高磊 好 我想先问一下李科 就是您看像刚才呢 我们的贺宏员也说了 他的脚呢 是在几天之间 就突然之间没有知觉了的 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呀 从影像学的角度来看呢 贺先生现在他的影像诊断 应该是比较明确 他主要是 1112两节椎体 这个先天 这个发育异常 然后现在呢 这个压缩的比较明显 而且这个向后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角度的后突肌形 从磁宏症的这个影像上来看呢 他的硬膜囊包括相应阶段的脊髓呢 也有受压 这个受压呢 可能是导致他这个出现这些症状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 谢谢 问一下孙主任 像现在目前贺先生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做 才能够让他重新能够找回这个腿的知觉 贺先生目前这个情况 从五个角度来说 纠正这个肌形是没有问题 把这两个椎体做一个结骨 然后把这个角度给他纠正过来 来 请您到前面来 就这动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手术的方式 大家看这个是一个已经有厚度肌形的一个 脊柱的一个结构 大概在胸腰段这个地方 就是有肋骨是胸椎 下面是腰椎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时候需要把胸腰段的两个椎体做一个结骨 结骨完了以后呢 给它绞直了以后 然后呢 再打上中弩螺钉 同时呢 做一个固定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贺先生这个脊柱呢 能够角直了 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曲度 在这种情况下 目的是能够创造一个调验 让你的神经不再受到签章 好 谢谢 谢谢孙主任 我想问一下康夫科的专家 那刚才主任也说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让它的骨头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矫正 那接下来的这个恢复或者说是这个康夫的过程需要多久 该怎么做 这个多久时间可能不太好说 因为首先取决于它周围神经损伤的情况 如果周围神经不能恢复 或者不能按照咱们预期的恢复到完全支配颈前肌的话 我们现在最直接的手段可能就需要给它带一个足托 然后随着这个肌肉 神经和肌肉功能的恢复呢 它这个足托有可能会去除掉 但是即使不去除掉 它不会实现 不会保持一个跨越不太的行走方式 但是对它的行走距离和行走能力 还有很大的提高 用支居来辅助也同样可以达到生活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 我们康复的目的就是让它在这个疾病的基础上 或者说疾病不能治愈和解决的问题基础上 我们尽可能的达到它正常的自理 甚至重返就像它自己的理想一样 重返到我的原来热爱的工作中去 这是康复主要的目的 好 谢谢 谢谢三位专家 谢谢 刚才六位专家呢 他们也提供了非常权威的专业的意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去解决这个手术肺的问题 好 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治了 但是谁来帮助我们去治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幸运 我们现场呢有四位爱心大使 那么他们也会从个人的角度来帮助到我们 好 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想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呢 好 有请认识医生王万马先生 全国的脊柱患者的数量差不多在几千万的人群啊 像我们日常的这个颈椎腰椎的疾病是最为普遍 那像贺先生这种疾病应该讲 全国人群差不多在百万 但是大多数人群基本上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条件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资金上的一个帮助 作为我们企业来讲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快速能够站立起来 不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也给你提供这个医生上很好的一些帮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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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扬 听了贺先生的经历 我觉得贺先生真的很棒 他不光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而且有一个非常坚韧的内心 那针对于贺先生的这个情况 姓林医疗救助基金会会根据您的这个手术费用提供一定的资助 那也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然后圆满幸福的生活 谢谢 谢谢 周正林 周正林好 我本身我自己也是这个超级整疗室的一个受益人 因为之前我身体也有一定的问题 然后在那个主持人和这个各位爱情人士的帮助之下 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然后来从我这边呢 我们这个公司会给您提供两方面帮助 第一个就是 然后我们可以在您手术费用上 我们给您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您做完手术之后回家了 肯定有一段时间 可能要躺在躺在病床上 可能见不到太阳 我们公司生产的一个补钙仪 正好可以帮助您这个就是更好的恢复您的骨骼 然后不仅能帮助您补钙 还能帮您帮助您更好的把身体恢复上来 好吧 谢谢 谢谢 好 海豚爱 你好 我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我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海豚爱基金 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个筹款的平台 然后让更多的人关注你们 然后提供更多的帮助 好 谢谢 那么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有爱心的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的爱心捐款通道 为贺洪源先生圆他的这个健康梦想 献出一份您的爱心 谢谢 好 想问一下 贺先生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说的吗 包括吴娜 我希望我老婆的家人爸爸妈妈 能够祝福我们两个 在一起 我也希望全世界的好心人 一起来加入我们 这个超级整流式的爱心里面去 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从我自身上 我感觉到爱的力量 大家跟我的感触是一样的 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也是一个非常爱着妻子的丈夫 和爱着女儿的慈父 像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帮助他 那如果说您有着和我一样的感动 也希望您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公益行动当中来 帮助贺洪源去实现他的健康梦想 好 亲爱的朋友 超级整流式和你在一起 感谢您收看 由《封强你的体质》 千年牌铁皮封斗软胶囊 冠名播出的千年超级整流式 愿公益的路上 你我一路同行 朋友们 再见 未经许可�arel几结